那你購物要身分證分流 那你公車減少25%的班次 还有一般民众是不能搭双铁的 那还有就是就医要分流 包括你重症轻症都要分流 影响大家最大的是什么 不能叫外卖 这影响很大 影响你很大 影响很大 为什么要取消外送 因为他就是 因为你四级不能爬爬 可是这群人是特定的人帮大家送餐 对 所以这个是四级兵推 这个是影响最大的 所以你要想看 如果说未来封城你的六大影响 最重要是取消外送 你要想看这是不能乱花的 如果他不能外送 谁帮这些民众送餐 对啊 所以你兵推你连这个也要推 那难怪这个林佑昌会讲说 如果你真的做到封城这种地步的话 会这个整个全国的经济 会整个大受影响 对你更不用讲 大家发生逃亡 逃到别的县市 你又把疫情又外扩了 对这要请教余将军 怎么样看这个四级警戒兵推 因为老实说很多的民众 现在是在恐慌当中 所以也就一大堆人 因为担心四级兵推的结果 是没有办法出门采买 买菜维持生活所需 结果就有一堆人就出现在这个菜市场了 那这样不是反而造成这个群聚吗 所以林佑昌就说了嘛 你这样的结果 你连菜市场都管不好了 你还有办法封城吗 这个菜市场 大家可以知道 像我们出去买东西 就先写好一个背景 写好整个清单写清楚 到了超市拿了就走 这是我们的买东西方式 可是婆婆妈妈不是这样 婆婆妈妈那是她的社交场合 她去市场买一圈出来 大概要三个半小时 跟第一摊聊一聊 跟第二摊每个菜摸一摸 抓一抓搞一搞 所以说新北市长头友也讲了 蔡市长是新北市 现在感染占了38.7% 是整个感染群众最高的地方 但是要如何让这些人 降低他的恐惧跟压力 第一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兵推 兵推叫演习啦 明天要汉光演习 大家会紧张 阿公要打过来了 要打仗不会嘛 兵推就是演习 就是万一有那么一天 那一天可能不会来 但是我们要先做演习 先做演练 预作准备 对预作准备 但是不是说明天就要封城了 所以婆婆妈妈不要那么紧张 会兵推会演练 有时间兵推有时间演练 就表示现在政府还hold得住 可是我听很多民众都搞不清楚 就想说要四级了 真的所以一堆人跑去赛市场买菜 真的紧急到要宣布四级 根本不会兵推啦 跟得要真的紧急到 马上就要四级 明天就要打仗了 会跟你说打仗了 打仗了 不会真的要四级 明天就疯了 所以有时间给你做兵推 做演练 表示现在双北 还有CDC还hold得住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紧张 也不要出去做大量的囤积 你家有那么大的冰箱吗 我看我妈妈买那个 到市场去买菜 手托两个篮子 哇那个他家的冰箱 除非是大冰柜 否则一定兵不下 买回去都浪费了 台湾的物资真的充足啦 我到卖场去真的充足 大家只要买的适量 就是说你今天一次 我一次买三天嘛 因为我这样三天 再出门一趟就好 你不要像以前 天天出去买三小时 你三天出去一次 就算你憋不住了 要出去社交一下 也尽快买完回来 双北也好 全台湾也好 我觉得要走到封城 我觉得这个几率还不大 可是呢 我们不能不做 预作演练 就是大家有备无患嘛 所以所有婆婆妈 真的不要紧张 双北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未雨绸缪 所以当你要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不要把你的 所有的家产全部买菜啦 你买菜的兵不下也会坏掉 然后呢 尽量写好清单 买了就回来 长辈可能不会这样做 年轻人说 你不要出去买了 我帮你去买 那不然我就限你时间 20分钟要回来 不要买太久 这样才可以控制疫情 来杰明哥 这个影响非常大 我记得中国那种 强硬式的封城 他们的外送员 也有在跑 你至少能够送餐嘛 你如果连送餐都做不到的话 请问至百姓于何地啊 我讲这样白一点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真的准备好 那我觉得这件事 民众台北市民 就可以放心 依靠一个大家长 叫做台北市长 柯文哲 但是如果你是 你来乱呢 那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市场挤满的人 怪不得林文昌就靠酸你啊 说如果你的市场 都管理不好 怎么会四级 所以这是标准的打嘴炮 结果果不起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柯文哲 现在说的嘛 说传统市场现在人潮很凶挤啊 你一周买两次就好了 这是标准打嘴炮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传统市场会人很拥挤 不就是你柯文哲吗 说什么市集啊 什么封城啊 那我这样讲 我是台北市民 你跟我说要封城 我一定会检查 我可能冰箱再多买一个 就像前阵子 这个中南部这个缺水 马上你看五金的这个店 都在买水桶 不管我家缺不缺水 我先把水桶买来 这就是人性啊 那请问一下 传统市场这么多人 不就是你柯文哲打嘴炮吗 好他发生这事情不得了了 接着所有的科技大佬 都打电话说 柯文哲你不要做什么事情 他反过来说 如果我做兵推的话 这个科技大佬会优停工啊 是因为他们打电话给他 这倒过来了 好像他自己的伟大 其实不是啊 这些科技大佬说 你台北市没有必要吧 我内湖科学园区 还是要进行啊 我南港这个园区 也要进行啊 你这一封城 那我该怎么办 我把生意移到新竹吗 我把生意移到台中吗 是你自己把这些科技大佬 给吓坏了 我这么说 柯文哲已去花时间 来创造你的声量 还不如扎扎实实的 把台北市治理成一个 大家不用恐慌 现在台北市民很清楚了 靠你柯文哲 就是嘴炮而已 靠你柯文哲 我搞不好群体又来感染 那柯文哲能干嘛呢 他就继续打嘴炮 这台北市要的这个福气吗 而且说真的 你说你要弄疫苗 结果呢 还不是嘴炮 你说这台北市的这个 病床够了 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连你自己所管的联合诊所 病房都没有办法提供资讯 我就不知道台北市民何其无辜啊 对所以与其这个 一直去呛中央 不如把这个基本的防疫工作 给做好 只是说现在医护人员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因为今天也在这网路上疯传 就是新北市新庄 思源路上的这个 卫福部的台北医院 被民众拍下一些照片 那照片呈现出呢 一整排急诊的患者呢 在户外等着入院的景象 那另外一支影片呢 是医护人员扫积水 影片曝光后呢 引发哗然 那民众也感叹 前线的医疗快崩溃 来看底下 民众路过 位在新庄的台北医院 看见一位为急诊患者 躺在户外病床上 穿着防护衣的医护人员 一一照护 才刚下过大雨 积水变成小河 医护人员忙清扫 网友看了相当不舍 po上网说 下了些雨 你们就得不断扫水 让你们在马路边救人 我们纳税人很对不起你们 媒体人黄光晴也po脸书 新庄的鼠立医院急诊室外 引来网友说 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国家 感叹这是台湾吗 真的快崩溃了 前立委蔡正元 更点名陈时中 大酸看好了全世界 台湾就只示范这一次 讽刺意味浓厚 但台北医院急诊科主任 上网澄清 之所以在户外处理病人 是因为户外病毒量 可以降到最低 等病人核酸检测结果出来 大约三到四小时 再决定收治到专责病房 还是一般病房 连指挥中心也赶紧澄清 他不是在那里进行相关的治疗 而是在等待 这个检验的结果 第一可以遮风避雨 第二 我想我们有一些病人 他不是可以站在那里 或坐在那里等 他也必须要躺卧 他人不舒服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也有这个医护会去看他 部立台北医院 目前他的医疗能量是充足的 全国医市医疗产业工会 提出预警户外等筛检 才能有效降低传染风险 强调民众真的要珍惜医疗资源 好我们看到因为一张照片 有人去拍了这样的影片 所以就引发一些政治人物 像蔡振元 就炮轰这个指挥中心 你这个叫医疗资源充足吗 充足到需要在外面搭帐篷救治吗 所以现在似乎是呈现出 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看到什么 骂什么的这种地步 就要请教刘院长了 卫福部在台北医院 这样的做法有错吗 那政治人物 现在是看一张照片 就要指手画脚吗 对医护人员来讲 压力负担 是不是非常沉重 其实现在全国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来 支援我们医护人员 特别是也提醒我们 各位全国的民众 真的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这个场面其实 在我们的医院 其实我们也会做这样的 做这样的处置 用意是 因为我们用意就是说 因为现在规定 如果是要住院之前 要做PCR PCR要等 有时候三到四个小时 三到五六个小时 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因为 最近的几家医院 特别是医学中心 刚住进来的时候 没有做一些PCR 甚至快筛 然后在医院里面 大概有七八天 后来去筛的时候 才是阳性 然后就匡列了六七十个人 所以这是为了避免 我们院内的感染 必要的措施 所以我们自己的医院 也是这么做 在院外处理 院外就病人来之前 我们怀疑 比如说有些发烧 甚至有点轻微的一些肺炎 我们就 也是在户外照X光 然后在户外做简单的处置 然后希望民众能够稍微等待 当然我们因为最近 之前都没有下雨 大家也不要 大家忙嘛 比较没有一些遮风壁 现在很多医院都开始 我们也开始架设帐篷 让民众有比较 比较能够安静 舒服的一点在那边等待 就在等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 如果真的是有阳性 我们就赶快给它放到 专责病房里面 因为如果把它放在 一般病房里面 我们没有到外面等待 一般在病房里面 有时候院内的感染 是风险性浪高 然后不断的去传染 整个家医院的量 就会下载 所以无论是 部立台北医院 或者其他医院 我们都是做这样的方式 对 所以用意是避免 这个院内感染嘛 所以现在就显然 就是说 台湾面临到什么样的 一个处境来来时期 也就是说 看到什么就骂什么地步吗 疫情已经够紧绷了 还需要对这些医护人员 指手画脚吗 的确啦 就是说 因为这几天 我刚好家人临时生病了 他必须去急诊室 那碰到状况就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每一家医院 不管是这个部立的 不管是这个联姻 不管是这个大型的教学医院 其实他们处置方式 都是相同的 因为你来的这些病人 他必须确认你说 是不是这个肺炎的 这个患者 如果是 那有另外一种处置 如果不是 你要等PCR 那怎么 在等待的过程中 他也不能让你乱跑啊 因为万一你是阳性的 那怎么办 所以 所以大家都在那边等 那所以 你这样子走过去 看到拍这样的画面 哇 好惨哦 好可怜哦 这怎么会是我们的国家 可是这个是 其实是保护医院里面的 病人也好 医护人员也好 这样的处置方式 才是对你比较好 对里面的人也好 所以 所以这才是一个 SOP标准作业程序 所以不要说看到一个影就 就开一个枪 然后哇 就好可怕哦 怎么会这个样子 医疗崩溃了 这个做法 是保护双方 保护病人也保护医院 否则不会从台大到仁爱到和平 每一家医院 都是采取这样子的模式在做 那至于说为什么 最近的这些各种的资讯啊 真真假假啦 然后这种挑动人性的非常多 难免了 因为大家都急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的确疫情发生了 大家都很急 但是急不能乱 那因为有的人就会希望趁乱作怪 趁乱作怪 他有些人可能可以趁这个政治声量 有些人可以获得一些政治红利 那么最终可能对这个对岸 对我们是敌对国家 他可能最希望的就是看到 你台湾越乱越好啊 你只要自己乱了 我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会希望说搞清楚了事情 你再发出你的评论 而不要看一个影就生一个生一个子 如果我们现在是珍惜医护 大家都乖乖待在家里面 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第一道防线 所以对他们的保护也必须最为完备 而现在医院这样的处置 其实才是对医护人员比较好的方式 他们已经够忙了啦 不要再给他们添乱了啦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讲到说 好现在大家都在讲说 哇这个施打的地方治理啦 施打的这个速度啦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你知道高雄市 我来自高雄哦 你知道高雄市是怎么处理的 他之前就先造册 而且他是主动通知 就通知这个医护说 你是排到明天的早上10点到12点 你只要在这个时间抽空来 然后你正好你是明天的下午 一点到三点这个梯次 就是他自己的前置作业 已经把这些医护全部先分留好 所以你不会说 哇所有的医护通通都排在那边 去排队等候打针 而是说都有分区块 我先帮你这个分好 第二个层次是说 高雄市政府还做了一件事情 他呢 梅合了餐厅小吃 跟计程车业者外送服务 一次就两个行业 然后市政府补贴这个计程车的外送费 也就是说 餐厅现在很苦啊 因为你不能内用嘛 那所以你只做外送 那外送的话 你又负担不了这么多的外送能量 或者是这些外送平台的话 那怎么办呢 计程车帮你送 那计程车 因为他也没有人在路上走啊 他也叫不到客人啊 计程车也加入外送行列 所以就是说市政府的这个策略就是 我救小商家 我也救计程车 而市政府会补贴这个计程车 好像什么85块还是多少钱 那所以两个行业都同时受到了一些补助嘛 说这个比较像是 急而不乱 有步骤的去处理那个疫情 然后这个菜市场就强势 我看到高雄市的菜市场 对 菜市场有很多入口 所以他在主要入口就是规定要量体温 然后要实联制嘛 那其他入口他干嘛呢 他就请市场自治管理委员会 全部封起来 然后就绑那个黄色的 你禁止进入的那种塑胶的 全部把你绑起来 你就是不能从那个地方进来 单一入口 然后身份证单双号分流 所以不是做不到 对 就是说菜市场的 不管台北菜市场 新北菜市场 高雄菜市场 都一样 没有说这边做得到 然后你那边做不到 那所以我会希望说 既然双北现在是一个疫情 比较严重的地方 而菜市场又是一个 比较容易群聚的地方 你就必须想办法管理 这个就是破例 这个就是没有做不到的 因为别人已经做给你示范 你只要照抄就好了 我会希望说双北的状况 能够更为稳定 更为压下来的话 这些措施做得到的 就应该要这个强力去做 台湾有疫苗之乱 那日本呢 有意来帮忙 他们将想要将这个采购的AZ疫苗 提供给台湾 那目前正跟英国原厂 协商合约中 但明明是别国的事务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竟然说 台湾用疫苗来谋毒 不会得逞 日本想送台湾AZ疫苗 中国竟然呛说不会得逞 正好怎么样看 因为我们发现 台湾在外购疫苗 显然是有一些困难的 特别是跟德国购买 竟然能够合约都几乎谈成了 最后一刻新闻稿的部分 竟然会破局 所以显然 是不是中国在从中破坏 然后他在说 中国提供给台湾疫苗 是顺畅的 所以一切的淫污者 是不是就在中国了 淫污者是一定是中国的嘛 不然哪有搞那么复杂 我们台湾在GDP 就是我们的人均收入 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 在世界上一定是处于相对前端的那一回 那些国家嘛 为什么我们取得疫苗 受到这么大的阻碍 当然是中国的 中国的阻碍嘛 我其实坦白说 我一直搞不懂一个死结 就是说中国人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非要逼台湾人打中国疫苗 这就是蛮怪的嘛 就是你这件事跟统图 其实坦白说真没有关系 就是我今天是广东省的人 我也可以想去打莫德纳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台湾人打中国疫苗 这我第一个想不透的地方 第二个想不透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张延廷的前辈 空军富士兴他特别说嘛 让在台湾的中国人先打疫苗 结果被中国小粉红说 这心态是很恶毒的 那奇怪 在台湾的中国人打中国疫苗是恶毒的心态 那你逼台湾人打中国疫苗 难道不是恶毒的心态吗 这些是我真的想不通 可是我思来思去 思来想来想去就搞懂了嘛 他们意思就是说 要展现对于台湾这块地区的控制权嘛 就是这么简单 你今天如果台湾有能力 自己跟国外厂商申购疫苗的话 表示台湾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嘛 今天这东西就是他最核心的议题 所以呢当这样核心议题的核心的议题出来后 才会有张亚中这样的人出来嘛 以孙文学校接受中国东方文化中心捐赠500万剂的BNT跟国药疫苗嘛 这东西很明显背后就是国台办的银子嘛 就这么的简单嘛 他就是要以疫谋统 你看他们啊 他讲白嘛 说我们台湾要以疫谋毒 我根本就没有觉得什么以疫谋毒问题 我们本来就是独立的 我们没有什么以疫谋毒问题 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 人民都选择自己要打什么疫苗的权利 他这东西我叫做以疫谋统嘛 这才是最核心的议题嘛 所以呢 中国你可以继续叫没有关系 你可以继续阻挡没关系 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 中国越阻挡 大家越团结 你看中国过去所有战争外交 最后失败原因就是 他硬要打压谁 打压完后大家都站在那个人旁边 一起帮他加油打气 为什么日本现在这么快开始动起来 说一千万计AZ 或是多少万计AZ可能要捐台湾 某种程度也是因为中国的打压 那中国更不长眼睛 现在在日本境内打压日本对不对 我保证越打压日本政府送的越快 这很清楚 这叫打台湾牌嘛 日本现在内部对于中国讨厌 死无前例的高 你越打压里面政治 日本的政治人物 越好做政绩 赶快给台湾 这东西就叫做台湾牌嘛 所以你可以继续打压 没关系 可是我们台湾会走出我们自己的路 的确 现在世界各国都希望能够尽快买到疫苗 唯独中国就是要去阻挡台湾自购疫苗 国董哥 现在这个剧本是不是非常的清楚 一方面阻挡台湾买疫苗 然后另一方面呢 让张亚中这样的人物呢 说他有一千万剂的疫苗 可以这个提供给台湾 所以这个超完美剧本是不是完全成型 我不知道相信苏文学院去哪里弄一千万 疫苗 如果不是中国在背后指示 他哪里会有一千万 就是中国背后 对啊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 如果只是某桶的话 那可能大家还会考虑说这是政治因素 我想他可能还不只是某桶 如果因为武汉会员疫情 不花一颗子弹 让台湾可以跪求中国疫苗的话 那他这个整个战略成功了 我们一再提醒 为什么如果说主导我们买国外的疫苗 现在连日本要赠送我们疫苗 他都要阻挡的话 那我就不知道中国对台湾这个地方 他抱的是什么样心 嘴巴讲关爱台湾 利益台湾 嘴巴讲我们可以监证你们疫苗 但是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最可恶的是台湾 还有一部分人能这样迎合中国 这个做法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如果说日本这次要监证我们这些疫苗 然后被挡住的话 日本的政治人物可能会想不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也不过是感念 311台湾人民对他们日本的帮助 所以对这一次的回馈抱着这个心 可是不要忘了 中国的文川大地震 说我们台湾也伸出援手 也监了不少钱 照道理讲 这次是你中国展现对台湾的关爱 没有 就相反 所以当时我一直在怀疑 这个毒就是他制造出来的 台湾根本就被他整个控在这里 他这个制造这个毒 到今天为止 今天的新闻 现在英国不是只有美国 这是英国的报道 发现说武汉病毒实验所 跑出来那个病毒 里面有第四种成分 那个不是自然的 是人工的 所以现在在追这个东西 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已经死了三百多万人 还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对中国来讲 你真的相信他公布的数字 只有十万人确诊吗 他到今天还是十万人确诊 没有在增加 明知道广州今天又有新的疫情出来了 又好几例出来了 他也是在压在那里 所以我说这整个布局 你越看越清楚了 但是我还不客气多讲一句 双北人口将近七百万 占台湾的快三分之一 双北是重中之重 这次最高风险期就在双北 当时我们以为双北市长 一个是医生的专业背景 一个是警察的专业背景 我们以为这两个城市 应该可以控制得很好 但是今天打开来两个礼拜 大家看了以后 发现官僚的嘴脸 刚愎自用的态度 没有展露专业的给我们看 如果说双北打疫防针疫苗 打疫防的只占百分之三十而已 那你嘴巴一直在喊疫苗干什么 你都没有打完 只打百分之三十 那你要疫苗 整天还哽咽要疫苗要疫苗 你打完了说我没有了 但今天